是 各官特点注意 重新开始准备 机组修订航向 零时改在八十二十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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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飞行员同志 不要惊慌 是总理 总理 机组请注意 总理跟你们讲话 请你们不要惊慌 再告诉飞行员同志 现在需要的是冷静镇定 是 冷静镇定 孙副长同志 你肯定行的 我肯定行 飞行员同志 我是周恩来 你们知道 发生这样的事 在美国也是不乏其力的 完全不用惊慌 我们充分地信任你们 是 总理 打开自动投弹机开关 报报 自动投弹机开关已打开 准备好了 我们上 准备投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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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投弹 投弹 投弹成功 青弹弹 我们的青弹 下来了 下来了 是 是 你看 投弹成功 快看 投弹 快看 是 在那儿 来 看到没有 在那儿 来 下来 八点二十分 十秒 该爆炸了 这一刻 天空中出现了两个太阳 一个是大自然中的太阳 一个是人造的太阳 这两个太阳并排悬挂在蓝天之上 瑰丽无比 令人叹为观止 罗布泊上空的这声巨响 世界再次微之震惊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爆炸 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 苏联用了四年 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的时间 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总理 氢弹爆炸了 我们成功了 成功了吗 是氢弹吗 数据出来了吗 可靠吗 小邓啊 总理问 数据出来了吗 是不是氢弹爆炸 经过初步计算 我们的核爆炸的威力 在三百万吨天体增量以上 是氢弹爆炸 总理啊 三百万吨哪 是氢弹爆炸 三百万吨够了 够了 总理啊 我们是氢弹爆炸 已经是欢声雷动了 我代表毛主席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全体参事人员 表示热烈的祝贺 东方一声巨响 世界格局又将改变 有些人欢呼 有些人的日子不好过漏 世界舆论很快做出反应 法新社说 中国发展和力量走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 这条道路使他们赢得了高速度 英国每日快报说 中国的氢弹试验 使得美国和俄国人都感到狼狈 美国的报纸也惊叹 中国爆炸数百万吨级核武器 已经不再是毫无军事价值的 粗糙的试验装置了 岂有此理 父亲息怒 三百万吨级 这下好了 连美国人都给吓傻了 是啊 父亲 美国国会议员杰克逊说 中国清淡的成功 超出了美国的预料 世界上现在还没有那个国家 能够在这个领域发展得如此迅速 共产党的精神力量 是不可思议的呀 这个精神力量可是一把双刃剑哪 毛泽东现在把这把火烧起来了 我们就看他如何收场吧 靖国 不是看他如何收场 该是我们自己如何作为